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也不再提到美国不支持台独这样的一个说法 并且在有关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的阐述当中 第一次把台湾关系法放在美中三个联合公报之前 还把对台的六项保证公开作为美国一中政策的一部分 美国这个举动到底用意何在 这是否代表美国一中政策的改变 那么我们看到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普莱斯 在例行记者会上 那么前后两次表示说 这是国务院例行更新美台关系的成果清单 目的是要反映美台双边的关系 就是所谓的坚如磐石 那么但是他也速度的强调说 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并没有改变 那么他还呼吁北京不要趁机捏造借口来施压台湾 而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普瑞泽则说 他猜测国务院会有这样的一个改变 是因为之前的阐述方式令人混淆 那么普瑞泽提到说 美国跟中国建交的时候 美国的立场是叫认识到 就是Ecnology 认识到中国的立场 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那么这个讲法意思就是说 你中国一再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而我美国知道你有这样的立场 但是在中共的一个官方的说法 他们都是一直把它说成说是 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个承认用英文叫recognize 好但很明显是跟美国的立场是有所不同 一个是认识到 一个是承认 那普瑞泽说 如果美国的立场真的是像中方所讲的说 这个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那么美国就会使用承认这个字眼 recognize 而不会用认识到 acknowledge这个字 他说事实上从1950年6月以来 没有一个美国政府说过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因为美国政府如果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那一般人就会解读为说 那就代表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而因为事实并非如此 所以呢国务院为了避免做出冗藏技术性的解释 所以索性就把这些文字给删掉了 好那么以上就是美国官方跟智库学者的一个对这个问题的说法了 那中国方面我们看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他是批评说美国国务院网站的修改是虚化掏空一中原则的小动作 他还警告说美国试图改变台海现状的做法一定会引火烧身 而在中国的学者的部分 我们看到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副主任信强 他说美国的政策表述上删除掉不支持台独 这个对中方来说是一次大倒退 因为这个意味着美国将来会在不支持台独上面继续的弱化 甚至呢不会再公开强调这个立场 而且更不会在实际的政策层面上体现出来 那同时呢他认为美国对于一个中国原则 以及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表述呢也会越来越弱化 好那我们再看看呢我们的前外交部长陈建仁 他也当过驻美代表 那么是很有资格来谈这个问题的 他说美国国务院的网站的文字有一些调整 不令人意外 但是重要的是美国还是遵循了一中政策 并没有跨越红线 那么至于这一次呢把六项保证也写上去 陈建仁回忆说 当年他当驻美代表的时候呢 也希望美方能够多提一六项保证 但是美方呢要嘛就不讲 要讲呢要就是不公开讲 而近年呢反而是不断的公开在讲 他说这表示美国的外交战略 及政策的做法都在调整 也显示美国的确要加强跟台湾的关系 来制衡中国的影响力 当然这跟美国自身的利益有关 好我想我们再了解到来自美国 中国的也包括台湾方面的一些说法的之后 我们总体来评估 其实应该这样讲 美国的这个变动啊 并不是突如其来的政策转弯 这是拜登政府啊整体中国政策 在重新评估之后的一项结果 拜登上任之初啊就只是各个部门 来检讨会整新的中国政策 而这个检讨动作呢已经在去年11月完成了 但是呢因为美中关系啊持续的焦灼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呢 又不断的通过各项抗中友台的法案 那么白宫因此呢必须考量内外情势啊 在等到等待一个最好的发表时机啊 那么但是呢2月4号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这件事情啊无以提供了一个很大的助推动力啊 在战争爆发前啊 习近平跟普丁啊在北京冬奥会晤 那么双方宣称啊 中俄啊友谊无上限合作没有禁区啊 没有止境啊 这个有如默许啊普丁啊 来侵略乌克兰 而战争爆发了以后呢 中国拒绝谴责普丁 而且好几次在联合国投的弃权票啊 使得美欧值一生士气啊 这些都让拜登的中国政策呢 有了一个新的思考空间啊 我们来做一个对照啊 三月底美国参议院通过参议院版本的 美国竞争法案啊 那么当中涵盖了好几项的友台的条文啊 那么将要用来促进台湾跟美国的军事 以及外交合作很来往啊 但是呢 参议院的版本呢 并没有把众议院通过的 这个当中啊 有关台湾代表处证明的这个条文给纳入啊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啊 合理的解释啊 是应该是华府当局啊 是希望在可操纵范围内来提升台美实质关系啊 那么要避免过度刺激北京当局呢 好 有利于来拉拢中国啊 支持西方国家在俄乌战争中的一部分的立场啊 好 那虽然啊 到现在美方啊 并没有掌握到北京啊 这个原俄的一个具体证据啊 但是呢 根据彭博的报道啊 这么因为俄乌战争造成了俄罗斯元气大伤啊 现在让拜登的高阶幕僚啊 越发的相信说乌克兰危机啊 促使欧洲啊 提升自卫能力啊 美国因此可以从当中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战略优势 那么也就是说更能够在亚洲施展手脚啊 这个包括移动军队和武器 以及深化跟印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关系啊 因此呢 就有更有机会来加速啊 推进对抗中国的一个长期的战略啊 呃 其实从这个礼拜开始啊 拜登政府就有一连串的印太外交初级啊 包括啊 12号啊 的美国跟东协特别峰会 还有呢 20号就下礼拜 拜登要启程访问日本跟韩国啊 参加四方安全对话高峰会 并且在日本呢 宣布印太经济倡议啊 那么也就是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底下呢 美国国务院就适时的更新的网站上面 对美台关系的一个叙述啊 这个整个是一盘起当中的一个子啊 可以这样讲啊 那么就更新内容来说啊 那么台美关系确实是有实质的进展啊 但是呢 并不意味美国已经放弃一个中国政策啊 这当中所新增的啊 美国有长期的基于台湾关系法 美中三公报 以及六项保证的一个中国政策啊 基本上就是近年来美国官员的一些公开发言的一个说法了啊 那么至于呢删除掉美国不支持台独的这样的一个的文字啊 这主要是为了避免啊 俄罗斯这一次入侵乌克兰啊 他是用的理由啊 说乌克兰啊 自古就是俄罗斯的一部分啊 那么避免被中共啊 拿来作为啊 出兵台湾的一个理由啊 其实我们看到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印太事务协调总监 Kirk Campbell 坎博啊 在这两天一再的说啊 说这个啊 东协峰会当中啊 美国啊 要强调是 会采取各种方式来维持台海的和平稳定 以及明确的制止 可能挑衅的行为啊 那坎博特别提到说 美国相信呢 其他国家啊 跟美国一样来公开跟私下的强调说 乌克兰事件不能在亚洲重演啊 是至关重要的啊 其实坎博这个话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啊 简单说 就是因为俄乌战争来加速了美国的一个战略转向啊 因此呢 把抗中挺台啊 越喊越大声啊 其实习近平啊 他自诩为英明啊 其实他却误判了情势了啊 他把中美关系搞得更紧张 现在中方啊 因为忌惮欧美的制裁啊 各个银行都不敢 跟俄方往来啊 大江无人机啊 这些企业也都切断了跟俄方的生意啊 那中国官方也开始调整方向啊 党媒啊 改口称俄罗斯是入侵啊 不是一个所谓的这个军事啊 特别行动啊 那么啊 同时还夸赞了泽文斯基 而这一位乌克兰的领袖啊 中国外交部罗发言人呢 也刻意的向美方示好啊 但是呢 中国按住俄罗斯的这个标签啊 应该说已经被世人牢牢的贴住啊 现在中国要变脸啊 其实也来不及了 前两天美国众议院呢 是以394比3票啊 通过了一个法案叫做轴心法 简称啊 它的全名叫评估习近平的干涉 以颠覆法案啊 简称是AXIS AXIS啊 这个法案规定啊 国务院每30天 需向国会提报告 说明啊 中国是否提供俄罗斯军金援助 或者逃避国际制裁啊 那这个法案啊 预料也可以 也将会获得参议院通过 那么经拜登总统签署 就会正式成为法律啊 这个是美国有史以来啊 第一次用他国元首的名字啊 来进行一个负面表列的立法啊 这样的一个行动啊 而且法案呢 刻意用二战的时候 邪恶轴心果啊 作为法案名称啊 这个冲着习近平而来 可以说是再清楚不过了啊 好 这是我们看到整个啊 这个国务院啊 这个美国国务院官网修改的一些啊 重要的一个背景啊 但即使如此啊 也不表示说美国的台海战略模糊路线呢 已经改变了啊 美国更不会因为 为了挺台湾而跟中国断交 或者说为了抗中而跟台湾建交啊 因为我们看到一中啊 毕竟都还在三公报里头啊 除非把公报拿掉啊 这个才是实时上的改变 另外呢 新版的内容啊 虽然放入了对台六项保证啊 但并没有延伸说明啊 更没有触及啊 美台的军事合作的问题啊 所以呢 更谈不上什么啊 军事同盟了 所以呢 我们看这个事情啊 重点恐怕是在美国接下来会做什么啊 这个眼前呢 至少有两个观察点啊 哪两个呢 第一个是拜登啊 即将在访问日本的时候 正式宣告他的这个印太经济框架 就所谓的IPEF啊 正式的成立啊 那么会不会把台湾也纳到底头去啊 这是一个观察点 因为有一部分的印太地区的国家 他们担心说把台湾纳入啊 会触怒北京 而影响他们跟中国的贸易关系啊 第二个观察点就是 美国参众两院啊 现在正正正在就美国竞争法案进行协调啊 那么六月就可能会通过啊 一个一致的版本来交给拜登总统签署 我们前面讲到说啊 在众参议院的这个审查的时候呢 并没有把这个台湾代表处证明的条文给纳入 而这个是在众议院的条文法案当中是有的啊 那么现在就看六月份参众两院的协调的时候呢 这个台湾代表处的证明这个条文会不会纳入啊 那么如果纳入 那就代表说这个美台关系的确有进一步的提升 那么否则的话呢 你还是可以把它看作是美国在操作这个可操作范围内来提升台美实质关系 就是这样而已啊 最后要告诉您的是啊 由一美文教基金会主办的2022奖卫水台语客语汉士吟唱赛啊 从即日起到6月12号啊 受礼报名啊 欢迎全国公私立高中职及五专一到三年级在校同学啊 踊跃报名参加 第一名可以得到奖学金20万元啊 详情啊 请上网搜寻2022奖卫水台语客语汉士吟唱赛 好以上是今天节目内容 谢谢你的收听啊 我们下回见